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来本期大帅观战来观战一把很厉害的小提琴 之前我们有观战过这个idea,老观战的话应该知道,这个对吧,奔雷手 就是之前特别爱观战他的这个小提琴,后来好像消失了一段时间了 没看到他打了,最近新赛季又出来了,对吧,又来叱咤风云 我们看一下这把,正常方面的话,机械先知前锋祭司很不错的一套阵容 比较,看上去比较脆,但是其实满能打了一套阵容 祭司的话,这边前锋,拉不拉,拉,哎呀,没打到 这个高低差的闲,想要打出伤害,其实这时间要扣得很准很准才行 这里拉到嘛,那就是甜朽拉不到嘛,也行啊 这边反正给你,对吧,减速减上来,再来,再来,同样的地方 得,漂亮,哎哟,高低差,对吧,刚才时间没有拿捏准 这次拿捏准了,谁说难打的 这个点位,架速的话,祭司得打洞走啊,祭司得打洞走,对 他只能打洞出去,要不然这边等到弦的CD好了,这个人就没了 这边一根弦,封交互点,第二根弦,来看,先知,你摇给上,打一刀 那这边的话,摇音符,捷你速,祭司打洞走,打洞走了以后,这边再上 那这边又来了,又来了,啊,又来,好像没打,哎,这根弦有啊,CD是有的 他没打,他求稳,这个显然封住啊,一刀带走 这小提琴打的是真舒服啊,真舒服,这个点位有一说一呢 其实是蛮难去抓人的 就是不是这种熟练度,不是这种操作能力的话 其实我觉得,当时还是换一个人抓嘛 就别人家的小提琴,对吧,能打,不代表,对吧,我们自己能打 我这个,我这个人比较有自知之明 哎,哎,看见了,前锋拿球,捡你速 锋,走位,拉,呦,血,哎,哎,哎呀,这 祭司吃刀,好的 这一波如果打中的话,球者瞬间裂开 他要追个双岛,但前锋有球啊 奔了一手,无穷动 手势很快,差了一点点 差了一点点,祭司拉一个死角 平局有,小提琴家平局有 但是迎面的话还不好说 因为机子差的不多了 这边的话,祭司是娃娃要跑一台机 然后前锋这边就来修掉 那娃娃其实可以不用跑,前锋先制一人一台机子就够了 嗯,看这边能不能干扰到机子了 祭司准备来救人,娃娃这边应该是准备贴门的吧 哎,娃娃也靠过来,这娃娃的位置 嗯,前锋现在的机子这边稍微被干扰一下 今天是来救,稍微早了一点点 但是他如果来晚了呢,很有可能救不下来 这刀,好,救下来,有活命 那,三人开门战有了 四人开门战的话,我们看一下这边 二十秒,够不够啊 先制,八十五,前锋,够够够够 四人开门战有机会 对,那应该是一个求人者保平衡战了 娃娃还帮忙扛高 先把你娃打了 打一刀 马迹可量 但这是个祭司,看下一根弦 六秒钟以后下一根弦 这根弦如果说打得好 诶,一个洞打到地下室去了 一个洞打到地下室的话 这边拖死角 但是这边有传送啊 而且娃还没有贴门 先制也没有贴门的 闲拉 封 好的,不用插刀 击倒以后 挂上 这边 门再点 切传送 门开了没有 三跑 诶,这刀这时候还是厉害 就开一句给大家讲 这刀这时候还是厉害 我们可以看到这把打完 才四分零一点点 这机子真太快了 诶,那是个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